今天呢,分妹给大家讲一个 如果给你无限循环的超能力 你准备干点啥的故事 棕榈泉 故事发生在一片沙漠中 一对新婚夫妇即将在这里的避暑山庄晚婚 双方亲朋好友纷志踏来 靓丽的伴郎伴娘纷纷看对了眼 期待着晚宴过后沾沾喜气可劲造人 我们的男主铁柱是其中一名伴娘的男朋友 清晨,他在女友绿茶的眉腿下醒来 饱汗不知饿滋味,无欲无求大白腿 绿茶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管喝酒就行 明白吗? 铁柱举出了一个尴尬与不顺礼的笑容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所有人都羡慕看着这对新婚夫妇 只有半娘绿茶在晚宴前的致辞 让人尴尬地直皱眉头 铁柱闷头地喝着啤酒 看着女友在台上美妃色舞 和她一样不享受婚礼的 还有我们的女主舒芬 舒芬是新娘的姐姐 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 她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所有家人都不喜欢她 这时绿茶突然发神经 让舒芬上来整两句 舒芬按嘛 真是妖子喂狗越吃越有 不过就在这时 铁柱抢过话筒为她解围 她的演讲感情真挚 措辞文雅 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赢得了喝彩 万块的舞会就此开始了 铁柱在舞池中游刃有余地穿梭 完全不像女友绿茶所说的那样 不善矫体的样子 只是 无论铁柱怎样花样百出地扭动 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一个人 那就是舒芬 面对铁柱热情的邀请 舒芬只是淡淡地让她滚犊子 你呀不是有女朋友吗 铁柱谁有感触地点点头说 跟我来 带你去个地方 然后舒芬就看到了绿茶 正和一个野男人在卫生间 干着一些小胆马赛克的事情 舒芬疑惑地问铁柱 你顶着这么大一口绿锅 为什么不去阻止他们 铁柱无奈地说 相信我 我已经尝试过上千次了 世界上没有阻止她偷情的办法 舒芬同情地看着铁柱说 你知道 为什么我的家人都不喜欢我吗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我一直是一个不听话的酒鬼女儿 就在这时 卫生间突然传来了一声哑叫 舒芬看看身边的铁柱 有点兴奋 铁柱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来 我们打野去 说着就拉着舒芬 来到了广阔的行空下 就在铁柱准备进入战斗的时候 他不幸遭到了敌方打野偷袭 一只剑射到了铁柱的肩膀上 铁柱痛苦地大叫着 你个糟了头子 坏的狠 就差最后一点了 你又会老操事 铁柱骂骂咧咧的开始逃跑 结果屁股又冲了一箭 啊 其化 舒芬吓得躺在那里嗷嗷直叫 最后铁柱倒在了石头后面 逃过一劫 老头离开之前留下了一句话 跑啊 贵子儿 我还会来找你的 说着老头就走进了一个 发着哄光的山洞 消失了 铁柱松了一口气 拖着受伤的身体向山洞跑去 就在他骄傲地 进入红色光团的时候 舒芬追了上来 铁柱连忙阻止他 不要过来 千万不要过来啊 说完 铁柱就被哄光给洗走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绿茶的眉腿就在眼前 啊 全军更上一眉腿 西出阳光 无人腿 是的 他又回到了婚礼这天早上 你没有看错 铁柱已经数不清 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 时间循环了 只是这次不同的是 舒芬因为跟着他 走进了山洞 所以也陷入了 无限循环中 这时舒芬也从睡眸中醒来 他看了看手机 惊讶地发现 又回到了婚礼的早晨了 舒芬惊慌失措地 告诉家人 可是压根没人心 还把他当成了神经病 这时舒芬看到了铁柱 正淡定地 躺在泳池晒太阳 你个死扑盖 到底最后做了什么 我怎么又回到了这天早上 这时舒芬的妹妹 见他不对劲 也跟了出来 结果脚下一花 脸着底 两颗大门牙 光荣地下岗了 婚礼当天 新娘毁了容 所有人都懵了 舒芬看到自己闯了祸 只好找铁柱求助 铁柱告诉他 一旦进入那个洞口 就会陷入无限的循环 是没有办法逃出去的 无论是睡 还是死亡 立马就会回到这一天 洞口就像是一个重启舰 想要提前结束这一天 是可以的 走进那个山洞就可以了 舒芬明白后 静止朝洞口走了进去 铁柱问他 这才十点钟 你就决定这样结束了 舒芬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 老娘来 果然进入山洞后 舒芬再次从早晨醒了过来 又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早晨 只是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用尽各种办法想要离开 但是无论是坚持不睡觉 开车离开 还是拉着铁柱一起自杀 都会在这天的清晨醒来 无计可施之后 只能像铁柱一样 借酒消愁 铁柱提醒他说 自杀一定要选一个痛快的方式 因为疼痛是真的 没有什么比苟延残喘后再死亡 更痛苦的了 舒芬突然想起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 问那个老头是怎么回事 铁柱听到后 浑身都颤抖了 他说那老家伙叫老朴 是新郎家的亲戚 有次穿越 两人都玩嗨了 他说 他永远想留在那一天 于是铁柱就带着他进了山洞 结果等他醒来 就跟大家一样了 因为无法接受被困在这里 老朴为了报复 他最大的爱好 就变成了猎杀铁柱 好在他家住得比较远 开车来这里一次也不容易 舒芬听后表示 反正你也死不了 怕个鸡毛 我靠 疼痛可是真的 舒芬接着问铁柱 你通过穿越 一共碰了多少人 铁柱表示 这里绝大部分的女人 外家几个男人 我都试过了 舒芬难以置信地捂住嘴说 我的天哪 你真贪娘的 还真是世间肿码 人心太低 行走的炸制机啊 那我呢 铁柱结巴地表示 就一次 总之呢 我的重点是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吃喝玩乐享受爱情 舒芬摇摇头说 这不是爱情 不过 我倒是可以做些 平时不敢做的事情了 然后 舒芬就在新娘 宣誓的时候 抱住妹妹 轻声说道 你的未婚夫 和我睡过了 妹妹的婚 是结不成了 不过舒芬 也彻底放飞了自我 她每天早上 当着绿茶面 叫醒铁柱 帅姨妈比 起来嗨 而铁柱对日复一日的绿茶 竟然也早没了兴趣 他们偷偷溜到 别人家泳池里泡澡 一起到牧场玩枪 天天都好 这兜风还不够 甚至还偷了一辆飞机 不过飞机倒是 谁都可以打 不是谁都可以开 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 一觉醒来 在这个循环世界中 其他人都是他们眼中的NPC 而在NPC眼中 这俩人就是一对神经病 反正他们该玩的 不该玩的都玩了 就差那件被老朴打蛋的事 于是铁柱就带着 舒芬露宿野外 讲起了哲学 她拿出一根巧克力棒说 你看这只棒棒 她裹上巧克力之前 它是饼干 在那之前 它是面粉 这是她的过去 现在我吃掉它 融在我的胃里 变成了一头爸爸 这是她的未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都是虚无的 你之前是谁 你未来要干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舒芬露宕地看着她说 但是 如果你想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还是要下功夫 了解这个过程才行 铁柱听后 摇了一个巧克力 不 只有你吃掉它的那一刻 每一瞬间的体验 它融在你嘴里的触感 才是最重要的 舒芬露宕地看着铁柱 你之所以说这些话 是因为你独自在这里 循环待太久了 如果在现实世界 茫茫人海中 了解一个人的过去 对爱上一个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铁柱发现 自己的告白被戳破 立马尴尬地掩饰 哼 我才没有爱上你呢 舒芬露宿着调侃 什么 你爱上了谁 铁柱拿起酒瓶子 就开始灌了下去 没有没有没有 喝酒 喝酒 就在他们进入帐篷 准备睡觉的时候 舒芬露宿着调侃 在铁柱的耳边说 咱们还是把正事办了吧 叫去休得男儿子 宿舍不来 尾夜多 这一夜是舒芬露宿的 最安稳悠长的一觉 他醒来后 正准备赖床 回味这一晚 这时却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新郎对他说 你该走了 我们的事 不能被别人发现 这句话 简直就像是 在舒芬露宿的大脑里 放了个屁 宣得他一天都不得安宁 如果他选择留在循环里 那么他每天早晨 都要面对妹妹的未婚夫 他对铁柱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 铁柱听后一头雾水 我们昨天不是玩得挺开心吗 对呀 只是玩玩而已 这下铁柱笑不出来了 昨晚是他为数不多 在循环中 唯一有意义的意外 可还没等铁柱来得及问明白 是怎么回事 老朴就来猎杀铁柱了 铁柱喊着让舒芬快跑 舒芬却停下了车 面目争利的说 小子 你不能让这件事情 一遍又一遍的重演 如果你不去解决 我就帮你解决 接着 舒芬就跑下车 哭喊着救命 这个男人想要猎杀我 老朴从后面走过来 用枪指着铁柱 你个别犊子 把人家花姑娘呼呼了 话刚说完 舒芬就开着车 把老朴撞上了高位解瘫 铁柱皱着眉头不解的看着舒芬 我刚刚救了你 你不应该感谢我吗 就在两人吵架的功夫 又来了一名警察 但是舒芬根本不把警察看在眼里 各种挑衅 还导致警察的电击棒 击中了铁柱 最后 被靠在马路边的两个人 大吵了一架 舒芬说 我之所以会走进洞穴 是因为我关心你 如果我知道 将和你这个人渣困在一起 那么我从一开始 就不会看你一眼 你也不配上我 有时候听后 翻起了白眼 哼 我都排练过无数次了 只要我在正确时间 正确地点 在婚礼上说出那段话 你就会跟我出来 理事不爽 舒芬听到 就让自己被这个人 爬过那么多次后 整个人都懵了 随后大怒 扑向了一辆 迎面而来的大火车 死亡 刷新了这一天 铁柱一起床 就想去找舒芬道歉 但是问遍了每一个人 找遍每个角落 依旧没有找到舒芬 铁柱失恋了 他四处发泄脾气 还找来机友倾诉悲伤 依旧阻止不了他 对舒芬的思念 绝望的他 甚至开车去找老朴 说我不想活了 老朴递给铁柱一瓶酒 说道 我老婆孩子 街坊邻居就看着呢 你抄着啥呀 你看到那对双胞胎美 我的崽 老夫可是长枪已久 枪出如龙 立马捅死你个憋孙 铁柱本来想说的话 就这样被怼了回去 上次我被那个疯娘们 撞进医院 护士还怕我昏迷 一直不让我睡觉 疼了我一个半月才死 铁柱愧疚地说了一句道歉 老朴接着说 不过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年轻的老婆在楼下做饭 我的两个天使在花园里玩 我这才明白 现在的我才是最幸福的时光 留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的 只不过 我永远也看不到双胞胎长大了 也永远无法看到他们嫁人了 这是铁柱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说 那请你再杀我一次吧 我不想再看六个小时的车回去了 等到铁柱再次从这次死亡中苏醒的时候 他看到书芬就坐在他的床边 书芬告诉他 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在研究量子力学 发现只要在时间重启的三秒前引爆炸弹 就可以把人炸出循环 铁柱当时都懵了 书芬接着说 我把一只羊送过去炸了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你想跟我离开的话 我们可以完美地度过这一天 到了晚上一起离开循环 铁柱很犹豫 书芬也不强求 他抱老抱铁柱 说 拜拜了你累 离开铁柱后 书芬梳妆打扮 参加了妹妹的婚礼 温柔对待婚礼上的每一个人 鼓足勇气 上台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致辞 也含热泪的倾诉了他对妹妹的爱 做完了这一切 书芬绑上炸弹 准备结束这场循环 而这个时候的铁柱正喝着闷酒 满脑子都是书芬的样子 他实在无法忍受失去书芬的生活 于是铁柱抢来了一辆车 向洞口赶去 就在书芬即将走入洞口的时候 铁柱赶来了 对书芬说 现在我明白了 过去和未来是最重要的 只有时间流逝 我们的选择才有意义 我宁愿和你一起死 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 书芬听后十分感动 然后他说 丑话说在前头 没有你 我是能活下去的 听到这句话后 铁柱像个初恋高白的傻子一样 不知所措 但是书芬又接着说 不过有你在的话 我生活可能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铁柱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接着两个人手挽着手一起走进洞口 在深情拥吻中 原地爆炸了 故事的最后 两个人成功地逃出了时间循环 过上了美羞美臊的幸福生活 哎 真是可惜了 这个大好的把妹撩汗黑科技 如果让芬芬被紧去了 哼哼 那肯定能引发一场大灾难